那接下來有一個影片 我一定要來講解一下 就是來自美根Fox這個演員的訪談 我不是個美根Fox的粉絲 但是她在那個 演那個變形金剛的時候 她曾經當過我的性幻想對象吧 她也是被各大雜誌標榜過 當時廣大男性的性幻想對象 她最近好像沒有什麼作品 好像除了長得正、身材好 並不是一個很突出的演員 她的老公叫做Machine Gun Kelly 機關槍凱莉 我完全不知道是誰 我只知道他們兩個 好像都是現在年輕人的一個時尚代表吧 然後他們都很嚮往一些 新世代的邪教啊 一些儀式啊 包括喝彼此的鞋 And they were like Oh, Machine Gun Kelly And I kind of knew the name but didn't So I'm like Machine Gun Kelly I looked it up And I was like, oh fuck We're gonna be in so much trouble Because he's literally like my exact physical type That I've been manifesting since I was four I'm also four years older than him So I think I made him My thoughts and intentions grew him into the person that he is Who knows what he would have looked like or been like if it wasn't for me I guess drank each other's blood might I think mislead people are like people are imagining us with like goblets and we're like Game of Thrones drinking each other's blood It's just a few drops But yes we do consume each other's blood on occasion for ritual purposes only It is used for a reason and it is controlled where it's like let's shed a few drops of blood and each drink it And he's like he's much more haphazard and hectic and chaotic where he's willing to just like cut his chest open with broken glass and be like take my soul I lean on you I had gotten to a point where I was like we need an adrenaline injection of God in this relationship And so we went to Costa Rica and we had Peruvian shamans who administered the ayahuasca And we each went in with different questions that we wanted the medicine to answer for us And it was incredibly intense The whole experience, like the fasting leading up to it, the diet changes The you're not allowed to drink water after 5pm, you are in the middle of the jungle And I had my questions and my goals and then he went and he sat to be given his ayahuasca And everybody else was being given one glass of ayahuasca because it was our first night And the shaman said something in her native language And then the interpreter is like we need to give you three doses Because you have such a dark, sad spirit standing behind you Like an actual like demonic spirit hovering over him 那很多人在嘲笑Megan Foxx跟Machine Gun Kelly 因為這個女在說一些什麼很奇怪的一些宗教儀式 很新潮,很邪門的東西 但是事實就是這樣的人,這樣的想法在人類歷史上才是主流 歷史上人類一直以來都是這個樣子的 當Megan Foxx說他們喝彼此的血 他讓他老公喝他的血 然後他就可以manifest,彰顯 把自己,把他自己彰顯在他的老公身上 那彰顯manifest這是一個詞彙現在左派常常會使用的 就是在講說你可以用你的意識來操控你身邊的事物 有點類似像說你可以依靠你的思想讓自然界讓所有的事情 讓基本常識讓神低頭下跪的一個方式 這是一個扭曲自信轉化成自尊的一個新潮的想法 自信是在說我相信我自己 因為我很努力,我做得到 而且我練習過很多次 所以我相信我自己 自尊則是在說我遵從我自己 不管別人怎麼說,我最大,我最屌 我認為的一切才是事實 我就是我自己的神,活在我自己的地方 如果興趣了解這兩個詞的不同的話 歡迎收看我個人頻道PHC 我有一集是在講這個的 總而言之他在interview裡面說 他塑造了他老公 他彰顯了在他老公的身上 為了要有一些儀式感 他們會喝彼此的血 然後他為了要guide神在他們的婚姻裡面 所以他們去秘魯,吸了一堆毒 然後問秘魯的巫師一堆問題 讓他們可以更了解彼此 更了解彼此的婚姻 更了解這個世界 更了解這個婚姻的未來之類的 跟這整個宇宙之類的東西 那很多人會嘲笑他們 說他們好奇怪 他們在做一些很奇怪的儀式 但是其實不是的 他們做的事情 才是人類歷史上 絕大多數的人民 人類文明做的事情 人跟人的關係 在眾多文化裡面 都是這個樣子的 中國古代裡面有什麼 喝血可以治療肺結核 日本的織田信長 也有把敵人的頭帶骨做成杯子 裝血喝掉 就連現在台灣的小混混 都有什麼 喝血酒 煞血為盟之類的 當然 我只是講東方的文化 因為大家會比較知道這些東西 但是 這樣子的文化 其實在所有人類歷史文化裡面 都是主流 一點都不奇怪 我們會覺得這樣的行為很奇怪 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一神論的觀點 也就是很久以前 以色列的人告訴我們說 神是存在的 他們過去推翻了各式各樣 多神論的宗教 消滅他們一些變態的儀式 然後在聖地 耶路撒冷那個地方建國 之後道成肉身 然後耶穌的名傳揚到各地 我們現在才會覺得說 煞血為盟這樣的行為 非常奇怪 就連伊斯蘭教都是這樣說的 伊斯蘭教對於基督徒來說 是一個扭曲福音 他是什麼耶穌不是彌賽亞 是某個先知之類的 總之 一神論這位神說 不要喝彼此的血 不要吸一堆毒品 不要相信那些 撒滿教的忽施 胡說八道 或者說你可以 靠著你自己的想像力 來改變整個世界 這個想法 才是人類世界歷史上面 很少見的 那西班牙人 剛到美洲大陸的時候 他到了那邊就發現 怎麼遍地都會 都是Megan Fox 遍地都是Machine Gun Kelly 在那邊做那些變態的事情 什麼喝人血啊 殺人 獻祭給他們的神啊 把人頭砍下來 掛在自己身上啊 把他們的心臟挖出來 烤給他們的神吃之類的東西 伊斯蘭教在中東地區出現之前 什麼波斯帝國啊 巴比倫帝國也是這個樣子的 希臘 羅馬 經濟場啊 神殿啊 也有一堆什麼 和諧 濫交 性交的儀式 印度跟現在還有很多非洲的 還有南美洲的信仰 到現在還是有這些儀式 世界上 所有多神論的宗教 都有這個樣子的東西存在 也就是說我們西方文化 正在全面推化 因為我們的文化開始拒絕神的存在 我們不相信這個道德一神論 ethical monotheism的存在 我們拒絕了基督教 猶太教 甚至伊斯蘭教的基本教義 我們認為神不存在 當我們不相信有神 當我們拒絕基督教的時候 並不代表說我們什麼都不信了 而是代表我們什麼都願意相信 這就是為什麼 無神論者他會去什麼 日本京都千鳥居 拜得這麼開心 一個一個拜 還會相信購物頻道上面什麼 風水大師弄什麼 數字轉運馬 戴在手上 兒子都可以考一百分 所以當我們的世代 對於信仰的理念 越來越薄弱的時候 這個樣子的奇怪的宗教儀式 會越來越多 反而一點都不稀奇 反而是意料之中的 就像什麼 星際元運動 變性元運動 我們轉而相信 各式各樣奇怪的物品 你看過很多人會相信什麼 磁場 水晶 補夢王 星座 血行 各式各樣奇怪的東西 他會告訴你說 那個才是你人生的目標 那個才是定義你人生的東西 因為人類本來就是一個需要信仰的生物 神就是這個樣子創造我們 當Megan Fox 說他們的關係當中需要神 God的存在的時候 他不是在說謊 他是在敘述一個非常基本的人類欲望 我們想要神 我們需要神 我們想要一個超越我們所能觸碰到的物理環境的東西 我們想要一個目標 我們活著需要一個意義 我們需要來填補這個生活中的空洞 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去一個有一堆奇怪的儀式 然後去拜一些很奇怪的雕像 很明顯的邪門的一些東西 或者是我們可以選擇一個完整的 令我們可以完整更快樂更真實的東西 當我們基督徒去做禮拜的時候 我們也會去吃聖餐 這就是什麼紅酒跟無酵餅 這代表的是耶穌的血跟肉 然後所有的無神論者 還有現在自由派那群人就會說 你們基督徒怎麼這麼奇怪啊 一群神經病耶 你們在那邊沒事吃你們的什麼救世主 你們的神的肉跟血 好邪門喔 好噁心喔 你看我們多進步 我們要去廟裡面吃那些什麼道士的仙丹 泰國比較好 我們去喝什麼浮水 那邊有個秘宗 有很多頭蓋骨在那個地方 他超靈的 某個塔羅牌大師說的超準的 或者是我們要去秘乳 去找個巫師喝彼此的血 因為我們很正常 因為我們不像你們這群無腦的基督徒 我們每一個人 都是為了什麼而活的 很多人說 AI News 講政治就講政治嘛 講宗教就講宗教啊 講價值觀就講價值觀啊 幹嘛把這三個東西扯在一起 沒有人看 訂閱會這麼少 就是因為你們把那些東西全部扯在一起 就是要政教分離 難道你們這兩個白癡不懂嗎 連你們基督徒的牧師都這個樣子說了 其實神學就是用信仰 來了解這個世界 不是一個迷信 而是完全的相反 是把律法跟邏輯還有理性合在一起 來打造出來一個人的目標 跟人活著的意義 當越來越多人拒絕基督教 越來越多無神論者 很討厭基督教 很討厭神 我以前就是其中一員 還有在YouTube上面 很多人為了流量而攻擊基督教的人 還有作家、講師 他們說基督徒就是一群神經病 迷信、集體催眠 我們不一樣 我們是科學 我們有數據 我們理性思考 我們社會有越來越多這個樣子的人 我們就會有越來越多奇怪的文化 還有宗教儀式 我們的文化就會變得越來越薄弱 而且越來越糟糕 事實是很重要的 事實是一個人類文化歷史中 最重要而且最強大的支柱 但是卻是最脆弱的 我們可以跟Joe Biden一樣 把事實當成玩笑再開 或者我們可以跟那個浩克一樣 扭曲事實來合理化 殺人、屠殺、戰爭 希臘哲學家 Esclesia 的著作裡面 寫了一段很著名的一段話 In war, truth is the first casualty 在戰爭當中 真理是第一個犧牲品 我們現在的確處於一個文化戰爭當中 在這場文化戰爭當中 不斷的屠殺的就是真理 不斷死亡的就是信仰 只有沒有懼怕的把真理傳達給人 才可以阻止死亡的繼續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傳福音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跟左派辯論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要讀書 要讀聖經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不能再害怕 不能再以和為貴的合一 因為在歷史所有的文化中 喝人血 屠殺 獻祭嬰兒 獻祭孩童 濫交 濫性 奸淫 暴力 偷盜 都是正常的 這些都是人類的本性 我們的社會如果沒有基督的話 就是會越來越退步 越來越原始 回到喝人血 喝浮水 相信薩滿教的巫師 獻祭孩童 用他們的屍體去發電 而且以為我們好進步 好先進 這個就是我們在聊天室裡面 彼此攻擊 沒有去外面傳達正確的價值觀 最可怕的後果 可能到耶穌來那天問我們 你如果能在這個村子裡面 找出十個藝人的話 我就赦免你們這個村子 我們連這個樣子都做不到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Eaton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 AI News 每個人身體都非常重要 千萬不要讓有毒的物質 在你的身邊 例如擦指甲油的時候 指甲油就要使用無毒無害 無動物測試 Ten Free的Niji Nails 人要活得健康漂亮 可以從小處做起 Niji Nails 顏色眾多 帶亮片沒有帶亮片的 亮面的霧面的 你想要有什麼顏色 就可以有什麼顏色 100% Made in USA 現在就是他們的官網 www.nijila.com 選購他們的商品 結帳的時候 輸入折扣碼 AINews 10 就可以享受10%off的優惠 Niji Nails的指甲很安全 連小孩都可以使用喔